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相信很多人都遇過 只要出去倒個垃圾 或臨時機機忙忙的出門 才發現鑰匙沒帶的這種尷尬狀況 你是跟家人或室友同住的話 還可以乖乖的在外面等他們回來 但如果你是自己在外面獨居或租房子的話 那除了請鎖匠或房東開門以外 看起來好像沒有其他方法 那也因此智慧電子鎖這類產品 也就孕育而生 而且在市場上非常受歡迎 不過這類產品的種類很多 它有人臉辨識的 也有指紋辨識的 也有感應卡的 也有手機APP的 也有密碼跟鑰匙等等的各種型態 那他們各自有他們的優點 那目前主流的就是說 多種型態可以同時併用 選擇旗艾來解鎖 那今天就是要為大家介紹一款 就是這個日本大品牌日立HITACH 所推出的紙鏡麥電子鎖 可說是一款擁有市面上 最頂級技術的電子鎖 技術廣泛的被軍用機構 與金融機構所採用 同時這項技術也幾乎無法被人複製 那就是日本日立專利獨家的 紙鏡麥技術功能 那其實這個屋主他在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已經有附贈一個電子鎖 不過那個電子鎖是卡片式感應的 他每次出門 還是要帶一張類似像我們飯店的房卡 如果忘了帶或搞丟了 那其實跟鑰匙丟了還是一樣的 甚至更麻煩 而且這個卡片如果不小心 被有心人士撿到的話 因為他破解門檻還蠻低的 所以很容易就會被複製 嚴格正傳 那這次要安裝的日立紙鏡麥電子鎖 可說是一款擁有頂級技術的電子鎖 那至於詳細的功能說明 待會我們會為大家一一做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安裝過程 日立紙鏡麥電子鎖是由快移通總經銷 購買這組電子鎖 會有包含專業客服 事先詢問及了解 提供基本免費安裝服務 在施工的過程中 師傅會在地板上先鋪上軟墊 盡力的避免弄到你家中的環境 那安裝過程大概2-3小時就會搞定 安裝完之後 師傅會貼心的教你怎麼去使用 我是覺得這一點真的非常不錯 這個就是我們已經安裝好的 日立紙鏡麥電子鎖了 它的外觀是採用鋁合金鎖打造 厚度經有18.8厘米 這樣裝上去之後 真的可以看出日本工匠的精緻與細膩度 顯得非常高尚 如果你今天想買個日立紙鏡麥電子鎖 有幾個地方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每個家庭它的大門規格都不太一樣 像這一款就是用在門厚度落在40-120厘米 在購買之前 建議你先加入日立官方的耐好友 然後將你大門的正面、背面、側面 先充給官方 那廠商便會先評估一下 你家裡到底能不能裝 那個時候再購買也不遲 那這款日立紙鏡麥電子鎖 它的供電方式是吃電池的 總共要安裝8顆3號電池才能運作 通常這種裝電池的電池鎖 大家最擔心的可能就是電量問題 就是說 如果裡面那個電池沒電了 它是不是打不開了 老實說 我之前也有這種擔憂 不過日立紙鏡麥電子鎖 它做了兩道的防待措施 第一道就是當你的電子鎖快沒電的時候 它的機身上面就有一個低電量的提示 這個大概會提示一個禮拜左右 如果你看到就趕快換電池就對了 第二道就是它在底部 是支援泰國吸供電的 如果你因為長時間出國回來 好死不死就剛好門鎖沒電了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拿個行動電源 從下面接下去一樣可以為電子鎖緊急供電來解鎖 那日立紙鏡麥電子鎖它的解鎖方式 除了紙鏡麥以外 它還有另外幾種分別是密碼、卡片跟鑰匙 那最多可以幾乎100組的密碼跟辨識方式 那我們首先先講一下日立獨家的紙鏡麥功能 它跟一般指紋辨識不太一樣 它是採用隱藏式的設計 從外觀上是看不到辨識的區域 它的原理是使用內部的一個近紅外線 來掃描你的手指內部 然後再擷取你的靜麥圖像 接著再透過圖像加密的方式來促進資料 因為已經是加密化 所以此款電子鎖是無法被破解的 目前坊間市面上也有號稱紙鏡麥電子鎖的品牌 但根據知情的專業所這樣透露 除了這款日立的紙鏡麥電子鎖是真的技術以外 其它的紙鏡麥也是跟指紋一樣 只有擷取圖案並沒有進行加密 那紙鏡麥跟指紋最大不同就是 它是存在你的手指內部 你用肉眼其實幾乎看不到的 而且如果大家有看過電影就知道 如果你想要闖入什麼極機密的設備 只要取得相關人的指紋 再最後拿到 而紙鏡麥就不一樣 它內部的分布相當的複雜 想要竊取你的紙鏡麥 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 它人接收率成功率只有0.0001% 那本人的收據率只有0.01% 所以也蠻多像國防機構 或者像金融機構 都要使用紙鏡麥解鎖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只要去7-11走一趟 現在店裡面的ATM 很多也是採用紙鏡麥辨識 對於沒帶卡的人來說就相當方便 那日立紙鏡麥電子鎖呢 它的其他解鎖方式也做得相當安全 以密碼所來說 你在輸入密碼的時候 它有20個虛偽密碼功能 可防止在解鎖的時候被其他人偷看 就是說假設你的密碼是223344 那你如果這樣直接按的話 這是很容易被旁邊的人看到 那它的設計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在它的前面 先隨便你亂打一串數字 那你中間只要輸入正確的223344 然後再加後面的碼也是亂打一串 反正就是在20碼裡面 你知道正確密碼它就會解鎖 這樣子比較不會讓人家拆透 你家的密碼到底是什麼 直接操作給大家看 那實體的解鎖方式 則是有兩種 卡片解鎖跟鑰匙解鎖 雖然說你要懶一點的話 這兩個東西老實講 你都可以不用帶出門 不過呢 什麼事情都有個萬一 如果你擔心有什麼意外的話 會比較建議 你留一把鑰匙在你的車上 或你的身上 以防萬一 那日立這組紙機賣電子紙 比較有趣的是 如果你不想用它加附贈的門卡 想要使用自己的悠遊卡也可以 另外它除了門外的安全功能以外 門內的安全功能也是有顧及到的 首先要從內部開門也很簡單 你只要在門把內部按一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打開門的鎖 而比較重要的是 門把帳頭有一個安全鎖 它會採用最高等的吸行鎖心 只要將其長按住 電子鎖就會將防門鎖上 同時這個電子鎖功能也會暫時失效 這個時候任何想從外面進來的人 只能使用鑰匙開門 因為其他的紙機賣、密碼、卡片、解鎖 都會暫時失效 即使外人有密碼也無法進入你家 這種門裡門外都兼顧相當安全 但如果你的家人如果像是 整個繁瑣之後 他去睡覺怎麼辦 那你身上沒有帶鑰匙要怎麼進去呢 除了打電話叫人以外 在門外的功能還有一個門鈴按鍵 如果這樣都叫不行 那我也沒責 只能打電話報警 開玩笑的 總而言之 日立這款紙機賣電子鎖 我覺得是目前市面上 安全性最高的電子鎖之一 除了說無法破解的紙機賣以外 他甚至還可以 郵遊卡 他的門鎖 他的鑰匙 還有密碼 各種方式來進行解鎖 方便性也很高 不怕那種出去 忘記帶鑰匙 你大家再砸一砸八的現象 都不會再生涯發生 我個人也相當推薦 而且他安全性極高 你說從裡面鎖匙之後 除非有鑰匙 不然怎麼樣都進不來 個人是覺得很相當不錯 也推薦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專門開箱 記得不要按讚、訂閱與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